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怀疑念珠 我们这边最近开始发了 然后在外面过一段时间就应该收到 我们一年多前大家共同发愿 如果一年当中念只在乞讨一万遍的话 每个人得一颗念珠 好 后来我们这边的储备小组也是各方面做了准备吧 这个念珠材质很好的 我刚才问了一下 可能花了一百一十多万吧 这个念珠总共有十多万颗 所以这个叫做十万怀疑念珠 发完了以后如果你们以前有其他念珠 这样的话就算在自己的念珠 嘎吾河里面都可以 如果没有其他的话 这个算是你自己的一个标志性的 装严性的 对吧 装实的都可以 我觉得应该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个加持 应该这个加持非常大 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共同念了 应该十个亿以上的自在乞讨文 依靠这个缘起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持命大发挥的时候 所有的男众女众出家人也做了十五天的加持 僧众也特意做了缘起手的加持 还有其他的包括金刚橡默中的僧众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七亲诸佛菩萨 一切的加持发光融入这个红色的念珠 这个念珠谁待在身上或者经常不离身的话 生生世世 弘法离生圆满 并且暂时来讲对他个人的比如说身体健康啊 相貌庄严啊还有发财神观啊 还有世间的各种各样的所欲也获得 在这方面原来我们在香港开度母法会的时候 当时大概也是一万多人参加嘛 然后当时我们做了一个绿色的度母 度母的念珠 后来随时随地看到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到他应该是依靠度母的加持 参加过这个法会 这次这个红色的念珠还有很多他的功德吧 我为了不耽误时间就不多说 还有可能我们有些没有念完的 如果半年之内能完成的话 我们后面也可以补补少数的 包括学院内部的话你们真正半年当中 半年也可以吧 是吧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知道够不够 我们还是后面再补衣点再过六个月还是四个月 六个月会不会太长了 可以是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 好吧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缘起 法王如意宝每天也是要求让僧众 念三遍大自在其他文法王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法王离开完了以后我们也每天念三遍大自在其他文 法王的发愿是什么呢 传承弟子在内 生生世世弘法利生 这个是每天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次我们亲手给大家发的自在其他文 这个也叫做十万怀疑念珠 因为这个有十万以上的人已经参与了 所以我们称之为十万怀疑念珠 我刚才想了一下本来还有一个 但是我这个可能挂在念珠上吧 不然我脖子上两颗有点不知道好不好看 那我就把它算在我的念珠上 凡是你们看吧不要有压力 如果不想挂的话也没事 就是一颗念珠虽然加强贵一点 但是怎么样都可以 给其他的亲朋好友都可以对吧 这个是不要打开 嗯哼 剑策仪式成功了 今天我们圣道宝门论先跟大家念个后面部分的传承 可能要十多分钟吧 这一项一项的 pope ogy dreams to not to past the ways of doing the final because everything is gone inter until everything we take 出去 Now let alone change the players and their role these thinking to go in the home and nature to change everything so it has to be made of planets here because people have been making these world、 keep brothers up firmly, we have to continue to struggle from doing the story xdrod is a kind of young lord and some sound to be made of committed by Мы and we call you a希望 for us to challenge usually choose the disciple and the lamb train and into the master蒙 Canadian with the customer name and the people with the wilderness however,要 recap? 裏西辈 85辈om 两年一年左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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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尤其是光是念个传承得个加持不好好闻思 这样都不太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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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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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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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吧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讲《圣道宝满论》 《圣道宝满论》当中基本上可能讲了十多个十法吧 还有十多个十法 这里就像是宝满论 宝满论有好多宝珠放在一起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刻板吧 十个法就放在一起的 那么今天也紧接着讲《圣道宝满论》当中 容易混淆之十法 信心与欲望容易被混淆 我们对三宝 对上师 对他们的信心 然后自己相续当中所产生的染污心 欲望 贪爱 那么这样的心很容易被混淆 有时候可能从修行人自己的层面讲 对上师到底是信心还是贪爱 欲望也是分不清楚的 有些时候对三宝也是把三宝当作一种利用的平台 就是依靠它 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这也是分不清楚的这种现象非常多的 比如说有些修行人可能对某个上师 对某个法师产生很大的欢喜心 那这个欢喜心到底是清净的信心呢 人物的贪心也是分不清楚的 但实际上如果是人物的贪心的话 到一定的时候他这种感情 这种信心或者这样的心很容易退失 消失 如果是一个信心的话他的清净心越来越增上 所以这一点确实作为修行人来讲也是应该要观察自己的相续 因为有时候好像尤其是现在的有些修行人 对某个上师说是真正的信心好像也谈不上 只是一种欢喜心而已 我们世间当中经常也有这样的 比如说有些人对某个上师特别的尊重 但实际上因为这个上师对大家可能是 比如说财务 地位或者名声给予一些帮助 以这个原因对他产生一种信心一旦这个上师可能是 没有这样能力的时候那他的信心会不会依然存在 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所以说我们世间的心态也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世间人也经常这样说的说感性跟责任性还是要区分开来 如果它是一个感知性很容易退失如果它是一个责任的话 这种性能长期下去比如说我今天去某个地方看到一个贫困的众生 但是我当时的心是一个感情的心带有感情的 那么这种感情它是历来的时候很容易退失 当你离开这个环境当你这种所缘性离开以后 过一段时间很有可能对它没有什么悲悯性的 但如果你至于一种责任性的话 那你可能离开了这个环境的时候 你觉得原来的这种责任感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的信心跟欲望也有这样的差别吧 有时候我们出家人也是对真正三宝是有信心的 因为三宝是对我们给予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意识住行都是三宝给予的 所以我们对三宝是真正虔诚的信心 还是对三宝是自己的一种庇护 或者说依靠它能满足自己的一些所缘 因此对它有一种渴望之心 但这种渴望之心到底是清净的心 还是一般的欲望之心 贪爱之心 这方面我们要学会分析 有时候自己的也确实分不清楚 有时候以前一直上师的时候 好像对自己的上师很有信心的 但这种信心好像有时候也带有一种贪心 什么样的贪心呢 噢 我的上师是最了不起的 那么其他的上师不一定有这种功德 其实这个应该并不是很好的一种心态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 遇到过很多高僧大德 但是这个时候总觉得 我的上师应该不管是从戒定会那方面也是最好的 这个到底是信心而导致的呢 还是以欲望 因为看不起其他的上师的话 其实这带有一种傲慢心或者嫉妒心 可能如果细致地分析 里面也有很多复杂的情绪 所以我们对三宝的信心应该是谦诚的信心 而且三宝不管在任何的时候 你信心就不会变的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对某个上师的信心 那么信心跟云望不能混在一起 如果欲望分在一起的时候 一旦他不能满足你所需要的这个时候 可能会对他产生邪见 诽谤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现在包括有些居士 可能刚开始自己的贪心和信心分不清楚 然后什么供养啊 刚开始关系特别好到最后的时候 使徒之间的关系不但破裂了 而且已经上升到很大的一个程度吧 甚至有些上师也好 弟子也好 最后如果相续当中真的有一些佛法的一些誓言 那最后全部都破坏了 这种现象比较多 所以这个原因 刚开始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分清楚 自己都分不清楚 糊里糊涂的信仰也好 贪爱也好 到最后自己所需要的 自己可能对上师所指定的想象当中的一个上师 他是什么什么样的想象 应该跟如来佛没有什么差别 一旦你的想象并不是你所想象的一样 因为现在有些人并不是所谓的上师 按照经典和论典里面所说的那样来衡量的 应该是凭自己的想象当中的 哦 他跟莲花生大师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然后一旦发现 哦 莲花生大师显现各种神变 那么他不能显现各种神变 甚至给我带来很大的痛苦和烦恼 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抱怨 失望 伤心 绝望等等 这样以后可能自己刚开始 自己这边也是出了一定的问题 也许可能你所谓的上师那边也出了一些问题 两个问题加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了重大问题 最后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 希望作为佛教徒不要有很多世间人这样那样的问题吧 我们佛教徒的群体我是希望大家都是很清净的 完全清净的像佛陀时代那样都是绝对做不到的 但不管怎么样很多事情包括里面各种各样的是非 上师与弟子之间也是很复杂的 那么弟子的群体当中也是很复杂的 我个人不知道别人看法是什么样我个人真的不希望 比如说我出去的时候绝对不能有拉帮戒派的一些 包括有一些特别敏感的特别给别人各种各样 我首先都不带不然到时候这个一派那个一派 就那样很痛苦的 只要发现有一些关心不好的非常复杂的话 那我们宁可离开一百个有训不要有争论 《日识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希望我们不管是学会也好 我们佛教团体应该是大家比世间人完全清净 有点能做得到的但是至少也是 对治烦恼方面有点不同的窍诀吧 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信心欲望很容易被混淆 这是第一个教言 第二个教言 慈悲心与贪爱心也被容易混淆 有些人特别慈悲 但是在慈悲的背后可能会有贪爱 贪爱 贪财 贪人有一些贪爱的心 包括财华 地位 掌掌这些事情 那么这两个也很容易被混淆 比如说以前信说婆罗门她看到一个女 产生极大的贪欲心的时候当时她生起了极大的慈悲心 然后自己舍戒跟她成家 后来积累了很大的资粮 但是她的那种心态没有任何的贪爱心 完全是对她有一种慈爱之心 她没有自私自利的心 但有些可能也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有些包括上师也好 出家人也好 或者有些佛教徒他自己表面上看 对某个众生是特别特别慈悲的 但实际上慈悲的背后他带有一些人心 他有偏向的心这种心逐渐逐渐 如果他持有清净戒律的话 可能将来会有很多的危险性 因为他自己刚开始以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很慈悲 这个上师很慈悲这个道友对我很慈悲的 但是这个道友真的是对所有的人是不是这样慈悲呢 这个上师对所有的人是不是这样慈悲呢 这个时候我们慈悲与贪爱很容易混淆 所以念持大师也是以前说过 慈悲心与爱很容易接近 非常接近的 但是尤其是作为一些出家人的话 如果这两个没有分清楚的话是一大障碍 就是一大障碍所以尤其是作为一些出家人 出去弘法历生也好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可能在人身的历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那么那个时候更开始慈悲最后可能变成了另一种心态 逐渐逐渐自己的修行也是变成了一种障碍有可能性 因此我们表面上看到这个人是很慈悲的 这个人到底是慈悲呢 还是他内心当中有什么其他的心呢也很难受 这样的话这个是这个心态被容易混淆的意思 第三个 所知世相空性与心造作的空性很容易被混淆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管是通过观察所真得的 所知万法的本体是世相空性的 本体是世相空性的这个境界根 还有我们没有什么窍诀 只是通过自己的一些分别性来观察 最后自己心里面觉得说 哦 瓶子 柱子等等这些应该是空性的 心里面造作的这样的一种单空吧 那么这两个也特别容易混淆 就是因为从你一个境界完全通达空性的 远离四边八戏的中观的空性也好 或者我们密称里面讲的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的 这样的世相空性也是远离一切戏乱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么这个跟一般凡夫人在自己心里面 通过观察以后实在是得不到的 哇 应该是空性 找不到的 这样的一个分别念的形式 这两个特别容易混淆 因此我们首先一定要遣除什么呢 遣除心造作的相似的空性 罗学 懂你的人果马尔库 好像门法仁波切在那个教言里面说 心造的那种空性不要欺骗自己 有一句话这样一造的或者心造的空性不要欺骗自己 我们有些人认为自己已经证悟了空性 其实证悟空性很远的 有些好像你大概知道 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学者 自己真的认为证悟了空性 因为你可能大概相似的字面上了解一下空性的意思 但这个时候自己已经觉得是通达空性 实际上你没有真正的通达空性 因为你的烦恼越来越增上 还有对因果也是不相信 还有对三宝的信心越来越弱 对众生的慈悲心越来越小 这样说明这种证悟空性差得很远 如果真正证悟空性 那么就像麦彭仁波切在《顶戒报道律》里面讲的吧 现见空性功德约以因果缘起法 无欺惑心生真诚心一切烦恼皆微薄 如果你真正证悟空性的话 证悟空性的功德力对所有的因果规律 业因因果不弃的本性就深信不疑相信这个因果 第二个方面所有的烦恼 以前如果你是一个很质然烦恼的凡夫素子 但一旦证悟空性之后这些烦恼慢慢就没有 所以我们自己真正到底是不是证悟空性的主要恒量吧 依靠什么样来恒量的话 就是看自己对相信因果方面越来越相信 你自己对众生的悲心越来越强大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证悟空性 自己应该自己也是比较明白的 以前那个大波瓦尊者是吧 派当巴尊者有些弟子问如果证悟空性以后造恶也怎么办 当巴尊者说你证悟空性以后对众生的悲心同一个时间 他不会造恶业杀生等等这些绝对不会造的 所以我们无善无恶的空谈者很可怕的 真正正无空性就像前辈的这些大德一样 他对因果更加小心翼翼 对因果特别的谨慎 然后对三宝更有信心对众生更加悲悯 这个是《顶戒报道论》里面也讲了 其他的包括上师如意宝经常也讲 我们自己到底证悟空性没有的话 你可以到上师那里去印证也可以 但上师如果他自己没有证悟空性的话 可能也不一定能印证出 所以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印证者你用法本来衡量自己 你自从自己觉得证悟空性从那一天开始 你对因果的正见怎么样众生的悲心怎么样 对三宝的信心怎么样相续当中的烦恼减弱没有 这几个是非常关键的 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可能稍微有一点证悟 但真正有证悟的话应该有这些相 下面讲到法界与断间容易混相 我们所证悟的法界的本体也没有什么有 也没有什么物 凡是什么都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空性的界性 其实它是远离四边八戏也好 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的一个境界 然后我们有些所通达的通过观察之后 什么都得不到的断间什么都没有 因果也没有前世后世也没有轮回也没有 我和你也没有这样的断间 那么这两个也很容易混淆 实际上这两个是不同的 因为法界是诸佛菩萨智慧的对境 麦彭仁波切也讲了本来法界和智慧没有什么两样的 但是从我们为了了解智慧的层面来讲 他们两个可以说是能证和所证这样的方式来可以理解 那么这样所证的法界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空 有些通过观察之后什么都没有的 这两个很容易分享 因为你的智慧当中这个法界也是得不到什么东西 断间也是得不到什么东西 在这个时候你没有通达真正的法界 你只认为是一个断空间的话很容易被造业 以前汉地也有吧 《横河大寿营》的一个书里面以前看过 有一个和尚他当时是一个禅师吧 一个禅师他当时吃不吃一样的 反正他特别喜欢吃牛肉 然后天天吃牛肉 他就跟别人口口声声说是吃不吃毒一样的 后来他死了之后就转生到牛 在一个农夫的家里 后来这个农夫有一次把牛赶着的时候 遇到了智慧禅师 智慧禅师通过他的观察发现 其实那个是原来和尚的转世 然后智慧禅师到牛跟前去你不是说是吃不吃毒一样的吗 怎么你今天变成一头牛啊 这条牛看起来特别特别地伤心 然后就马上流下眼泪 最后把自己装到枪上当场就死了 所以智慧禅师也杀了神了 杀牛了 但他的前人可能也是经常说一些断见吧 我们在藏地也有这样哎哟 业因果没有什么 三有三宝 恶有恶宝这是骗人的没有什么的 有些时候人特别可怕的这是最可怕的 《如意宝藏论》当中对这种人也呵斥得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变成断见者 断见者确实跟随时外道的见解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我们学中观或者学一些空性法门的时候 最确定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有些学者学者现在世间当中也有 只是听到一些什么眼耳鼻水空这样的一些人 造业也是没有什么 以前藏地经常上师如意宝也是讲 有一个老乡他杀羊的时候 所谓的杀者你也没有能杀者我也没有 我们两个都是空性的 然后便这样说便去杀羊这些人是很可怕的 我们闻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然有些人真的 现在这个世间当中所谓的佛教空性的意义 在另一个片面去了解这种人还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你真正通达了法界的本意的话 那个时候是没有的但是那个时候你造业 也不会对你的相续有任何的染污 因为你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 但是那个时候你可能就像米拉日巴尊者一样 火也不会烧你的因为你不但心里已经通达空性了 你的四大身体显现上是一种虚幻而已 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的阻碍已经达到这种境界 你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光是会说口头上的 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是空性 一切四大皆空 现在我们每次都是遇到 有一些包括开出租车的那些事迹 我们说什么话的啊 你们还要执著啊 你们不是佛教说是四大皆空吗 你还要执著这些啊 其实他们也不懂这些 他们只是听说过在有些电影里面 现在可能稍微好一点 前几十年前是更严重的 现在好像对佛教的误解越来越少了 这一点可能很多佛教徒共同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还有跟各个地方的媒体这些也是有关系的 现在大多数的媒体比较正 尤其是像一些电影 电视 一些纪录片 他们还是完全跟佛教违背的一些片子 基本上出得比较少一点跟以往比较起来 所以这个方面可能跟众生的见解 对社会的导向 娱乐的导向还是有差别的 法界跟断见还是容易混淆 这是一个 第五个 觉受与证悟被容易混淆 容易被混淆 觉受的话 实际上你有名 乐 无恋有很多的觉受 觉受就是可中可阳的感受 就像《能言经》当中也有很多吧 有时候有些觉受自己可能虚空当中 有毕罗资拉佛 有无数的佛围绕 凡是《能言经》里面有五十个阴摩 无云每一个都有十个 好像记得 这些都是实际上一种觉受 一种磨叶 不清净的 也有很多这样的 真正的证悟实际上证悟也有一些证悟的像 但是证悟跟觉受表面上看到好像 你真的是已经证悟了空性一样的 觉受表面上看来他们两个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因为你产生觉受的时候 不管是名的觉受 乐的觉受 空性的觉受 就像禅定修行里面也讲了很多的吧 这些觉受讲了很多的 那么证悟也有一些证悟外在的像 但实际上这两个也有差别的 如果真正证悟实际上它没有执著 没有任何执著 但自己也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它完全也是就像哑巴吃汤的味道一样完全有 麦彭仁波切也是顶解报道论里面 麦彭仁波切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偈颂是很好的 我大概是九几年的时候吧应该八几年的时候 都是很执著这个教证说 未见殊胜见之意 见义不多于一方 谁无任何执著需要 入哑巴来凭汤味 就是用这个比喻 就是 瘫顿是最修胜的见的意义 不是这个意思不见是没有所见的意思 这就是最殊胜的我们在词句上 前面有些其他坑布在辅导的时候 我们大声在那里吵 辩论 这里面讲的 未见 没有见最殊胜的见解 因为证悟的时候没有什么见的 但实际上它是最殊胜的见 他见到的意义不偏多于空 不偏多于明 如果是觉数的话他肯定偏多于什么 要么是明 要么是乐 要么是空 任何执著都没有 但是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好像昏觉一样 不是这样的 他自己明明地 就像亚巴吃了汤他说不来而已 实际上他心里非常明白的 当你真正证悟空性的时候 其实这是孟仁波切讲的 当我们真正证悟空性的境界 他那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呢 我们用语言来说就没办法的 分别念来想也对他找不到一个特别适合的名词来表示 没有办法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也没有的 应该是就像我们讲到密法的时候 当你认识自己心的本性的时候 说的话就远离了所有的言说 想的话远离了所有的分别了 可是他自己也自明自知的 完全对这种不可思议的道理有所灵悟 这种灵悟出顶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欢喜 所以很多上师当你真正开悟的时候 好几天都不起来了 不是星期天也是好好睡觉这样的 这也是说明了真正的证悟空性 但这个绝数的话绝数有各种各样的 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叫做 夏天的草地上没有一个不生的草物吧 草和花 然后愚迦世的绝数当中就显现各种各样的 没有一个不生的意思 还有 如果绝数的话就像山上的乌云一样 很快就消失了 证悟如同山王一样不可有变化的 这也算是一个名格还是一个上师的教言 反正有这种说法吧 绝数就像山谷里面的那种乌云 云雾一样 很快就消失了 眼光一照射就马上没有了 但真正的证悟就像是山王一样不会消失 所以证悟有时候传个法 遇到了一些大圆满的窍诀 是不是我突然证悟了 但过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嗔恨性的对境的时候 刚才证悟的境界都没有了 拿着一个长长的棍吧你过来吧 这说明证悟可能还有点远 所以自己应该观察得到自己是怎么样 下面说 经验身心语 乍现威仪 乍现威仪也容易被混淆 那么自己表面上看来特别注意 言行举止 威仪的话 就是走路的时候都是一步一步的时候 说话的时候都是慢慢地说 然后一般吃饭的时候都哪里都不看 一直这样的尤其是刚刚进入佛门的 刚刚出家的这些就特别 一看都是这个肯定是以前跟马僧比丘和舍利斯 没有什么差别 一看都是这样 但过一段时间可能慢慢会不会变也很难说 还有一种人这个是真正的 可能有些人是真正前世的恶业造得比较少 威仪 清净这样的原因 有些人是很清净的这样的行为 还有一种人乍现威仪 他为了达到某种目标在施主面前 别人面前也是穿得也特别清净的 行为也非常如法的 包括说话 做事特别特别的小声意义 表面上看来好像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一个是有欺骗心的 他是为了取得别人的心 在别人面前是假装的 过一段时间可能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也是藏地的一种书法里面讲 人的花花碌碌在里面老虎的花花碌碌在外面 这种书法因为人知人不知心 知人知名不知心是吧 是吧 知人知名 所以确实看不出来有些行为 到底是诈现威仪还是什么样也是很难分的 以前也是《毗奈耶经》当中吧 《毗奈耶经》里面当时不是 就是提婆大多在山上滚很多石头 佛陀的身体就被伤害了 伤害以后后来释迦族和很多人觉得 提婆大多的行为太过分了应该是把他杀掉 有一次专门去杀他这个时候提婆大多在一个树下坐禅 坐禅的时候他威仪也非常的庄严 好像感觉他比佛陀还庄严的样子 然后他们有点舍不得害他 当时觉得这个比丘真的是太如法了 太庄严了 提婆大多也知道他自己在那打坐特别庄严 后来这件事情好多比丘都知道了 问了佛陀为什么提婆大多这次装得那么香啊 佛陀告诉众比丘说不仅提婆大多这次是这样的 以前他当一个猫王当时有一群老鼠 这个猫王年轻的时候天天杀这些老鼠吃了 然后到了年老的时候猫走不动 然后醉一醉 醉不了那些老鼠 那个时候他就装着自己特别慈悲这些老鼠 他一动不动的他就说在这些老鼠面前说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杀了你们好多 特别特别的不好我今天真诚地忏悔 我宣布从此之后再也不做这样的 然后那些老鼠觉得真的是这个猫现在怪了 他既然这样忏悔那么我们应该原谅他 后来他们一起共住 一起共住的时候每一次老鼠进到洞里的时候 他就把最后一个老鼠吃掉 这样好多次都不知道了 但是后来好像那个猫 他那个老鼠里面有个老鼠王 那个老鼠王他发现猫的身体越来越好了 他们这个老鼠越来越少了 然后而且看到那个猫的那个坟里面 也有很多老鼠的猫 老鼠的骨头这些 这个时候他就通过偈颂的方式来说到你 现在这样的行为不对的 这是一种大现唯一的现象吧 当时佛陀也是告诉了 就是提波达多前世的时候的一些公案吧 所以我们有些人可能是真的生生世世 可能诈现为一已经习惯了 在汉地也好 在藏地也好 所谓的修行人当中真的有些时候 好像听到各种各样说的时候 有些人是以大上佛教的气号 在别人面前也显得特别的 而且他们也是特别善巧看众生需要什么样 喜欢什么样的方式他都可以表演出来 他最后得到自己的所需的时候已经心满意足了 有些众生已经发现最后就受骗了 有些知识不误到最后也不会发现的 有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以后 不管是任何时候看到一些佛教徒也好 其他包括世间当中也有表面上看到壮的 有些扎现为一的 或者说有些人真正的行为非常清净的 但我们可能又怀疑成哇 这个人是装的 这个人肯定有目的的 有可能 所以没有一定的智慧很难以辨别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很容易混淆 我觉得圣道宝马论对很多修行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如果这些教言都能记住的话 不管是在自己的身上也好他人的身上应该能找到很多的因子 下面第七个问题讲灭迹 迷乱与被魔挟持的非常容易被混淆 有些是真正的灭迹 我们轮回当中的各种迷乱 贪嗔痴的分别念 就是能取所取的这些执着全部已经灭尽了 灭尽以后在世间当中已经大成就者 依靠他的法力和威力能帮助很多人 包括他念经 他加持甚至他看一眼可能会起到作用 有这样的成就项 但是也有一部分被魔已经做加持的 很多有些鬼神 有些利鬼他们入于他的身上 这样他表面上看到好像他做得特别有能力 有功效的 就像《前行》当中也讲了嘛 有些人好像被始终魔作用的话 那他到那里去给别人治病也好做事情的话 跟普通人完全不同的他有很大的能力 但实际上这两个非常容易混淆的 因为前面的这一个他完全是了不起的大菩萨了 所有的执著都已经效益发解了 以这个原因真正的大菩萨他对众生加持也好 做很多事情的话完全是有不同的力量 另外一个应该说是被魔已经加持的 甚至我们可能比如说 连有些人自己都不知道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经常讲 第一世登主法王死后的一个故事 不知道你们那个记得没有 叫阿切桑戒的一个当时修行人 这个修行人他有特别多的伏藏品 很多很多的伏藏品 他自己觉得自己应该境界非常非常高 他去登主法王那里去 第一世登主法王应该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 第一世登主法王那里去认证的时候 登主法王并没有认可他他并没有赞叹他 但是他自己心里认为可能是上师对我嫉妒的 不认可我他就跑到什么 当时半满登的上师还是什么 后来经过他的介绍到了江青泽文部那里 江青泽文部也并没有赞叹他 但是他就说你能这样的境界也许是真的 也许是假的不管怎么样你一千万遍念四行咒 就再说吧他念了一千万念四行咒 完了以后所有的境界都消失了 以前认为的所谓的伏藏这些都已经没有了 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他各种各样的境界 可能是被摸解释的并不是真正的 这个时候他自己也已经入梦初心完全明白了 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有一点能力有一点长久 要观察清楚看是不是上师三宝的信心越来越大 然后自己的傲慢心自己的各种烦恼越来越少 这样应该通过法力也好 修行力也好可能是好的 否则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大众当中出现一些境界 也不要认为到处说我现在见到了什么本尊 看到了护法身 这样有时候 当然如果真的有的话暂时报名 这个很重要的一般很多修行境界最好是报名 你报名的话以后自己在任何时候 都可以显现各方面的一些修行的瑞相 这是讲到了第七个 第八个成就者和骗子容易混淆 有些是成就者他真的是通过修行 了不起的大善知识成就者 有些看起来装得特别特别像 但是是个骗子比如说包括有些上师 看起来这个都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什么讲经说法也好 给别人灌顶也好 放声也好 指顶也好 但是实际上他内心并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可能他有各种各样的目的 所以有时候现在应该是没有智慧的时候 好多骗子基本上可能连一个世间的 不要说是善知识世间的高僧的人格都没有 这样的人最后可能是他因为以各种手段 最后已经发财一般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一旦有了钱财的时候至少也是相当一部分人 是对他恭敬有加的慢慢 慢慢 有些时候明明知道他可能有一些问题 但是人们都非常尊重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包括一知三知识也好 我们经常也成就者和骗子两个特别容易 有些成就者也许反而特别低调 我记得宗三金释仁波切写的一个叫 《上师耶和九玛》这个里面说的有一个 说是藏传佛教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叫 土顿尼玛仁波切 金释说土顿尼玛仁波切表面上看不出来 土顿尼玛仁波切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善知识 他对藏传佛教的贡献也大内在的境界也是特别高 但是表面上看的话因为他特别低调 他说应该跟中国街上卖热包子的一个人一模一样 他手里面这样写的不是我说的 土顿尼玛仁波切看起来他也不会穿出家衣服 就穿一个非常艰难的 看起来真的特别特别的普通的人 以前好像在美国的时候经常也是帮餐厅里面洗盘子 凡是一点这种价值都是没有的 如果路上看到的话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个高僧大德 我看到众生仁波切这样说的时候 因为他语言有时候比较特殊吧 不知道英语里面怎么写的他们翻译的时候说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确实是有些所谓的善知识 他可能就像《前行》里面讲的一样 戒律清净 善学功德圆满的这些 反而世间当中不一定被看重了 什么世间和出世间的功德没有的话 哇 那成千上亡的人都是尊重啊 就这样有时候我们觉得人多了 人多了不一定是个很好 全知无光尊者也是在《清新修行》里面也讲了 像昆虫一般的这些眷属多了也没有用 怎么讲的 驱虫是吧 驱虫不是昆虫 驱虫般的眷属多也没有什么用的 所以现在大多数的人分世多不多啊 分世多也没有什么的分世多的话 分世也有各种各样的听说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真正具有内在成就的善知识 大家也应该顶待但是确实不是很容易辨别的 但学会辨别很重要的 我们有些人根本来不及学会 来不及辨别 啊 看到了一个介绍 当然我们如果有好的那种善知识 有多少个依止都可以的 阿底峡尊者都依止了那么多的上师 以前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有很多的大德 他们一辈子依止了很多的 百见了很多的高僧大德 但如果不是这样的确实故意诈现唯一 或者假装来欺骗众生的话 可能早一点发现好一点 戒律里面也是经常 戒律里面说好像菩萨地论里面说 必须要呵斥这些不如法的人 为什么呵斥呢 如果呵斥的话是不是佛教不慈悲呢 其实他说不是不慈悲的 如果没有呵斥的话他造的业更严重 如果造的业更严重的话对众生的危害是更大的 对他自己的前途更是有危害的 所以早一点如果我们发现 包括呵斥也好 病除也好 这样实际上佛教里面这是对他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也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我们就不广讲吧 心利他和心自利容易混合 有些人在有世间八法心利他的话 表面上看利他 放生 转法论 做很多善事就利他 但实际上带有自私自利的 有些时候心自利 但实际上表面上看利他实际上是自利的 这两个很容易混合的 世间八法 带有世间八法的那样 第十个三教方便与虚伪 惨况也很容易混合 就是有时候我们现在包括网络的宣传 有很多事如果真的有三教方便的菩萨 能利益很多的众生如果有一些带有狡诈的 然后有世间八法的 有自私自利的 名为利安的这样狡诈的行为也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表面上看到底这是菩萨的三教方便呢 这是有些人真的要想欺骗很难说的 所以我们要能辨别 这是到底三教方便还是假装欺况 这个是要分析 但如果有三教方便的话表面上看了 好像他的威仪特别特别不如法 但实际上也是如法的 不知道我以前讲过没有文殊菩萨他当时 弗拉罗尊者说法第一的他到罗行外道里面去讲法 谁都不接受 没办法了 后来文殊菩萨去文殊菩萨刚开始去的时候 好像佛罗去了三个月都是没办法 一个都没办法调话 文殊菩萨去了以后他刚开始说佛的过失 释迦牟尼佛的过失赞叹他们的功德 然后他们就很慌悉哇 这个人才是我们真正的帮业 然后大家都信守到了好长时间之后 他有一天说实际上你们所讲到的这些功德 释迦牟尼佛也有释迦牟尼佛的经典里面 好像也有一些我们要不要值得观察 因为完全他们都已经对他认可了 在这个时候他就慢慢讲释迦牟尼佛的一些功德 最后所有这些乐性外道的人都已经归于带到佛那里去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一些善巧方便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世间法方面有些时候是善巧的 但有些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搞明文利养 可能也是虚伪的一种谄狂的做法也有可能 尤其是现在王罗师真的很难分析 有时候一看到这个时候真的是菩萨的一个介绍 还是有人又在搞什么这样的 有时候很难分但最后自己应该是知道的 很多事情是别人很难受的 自己应该知道 我们自己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自私自利的心 我一定要通过善巧方便来利益众生 那即使这件事情做得不是很圆满的话 你自己不会有过失的心是很重要的 但有些因为没有智慧的原因 可能影响 后果都不是很好的也有这种情况 因此以上所讲的这些 就是我们说容易被分析的十种法这是很好的 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些道理的话可能犯了很多的错误 看到别人也会犯错误的看自己也会犯错误的 如果知道这些那至少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也好 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也会小心谨慎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很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